嗨,亲们大家好,爱健康,爱你们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儿童免疫力的话题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心里可能都往往往外蹦关键词 是吧,985出国,博学多才多艺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 都希望自己家孩子成为牛 那么上个月,我的某个亲子群里 有一个妈妈终于狠下心 换了一套天价的老婆小学去房 然后说刚弄完房子这堆事 孩子又生病了 结果就陪在医院住了好些天 各种闹腾和焦虑 说真的呀,我们这一代父母真的很难 面对家里一到两只行走的碎钞机 少则兴趣班 中则国外各种下领营 重则那就是学去房 钱花在孩子身上一点不心疼 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有多少父母聚焦在培养学习成绩的时候 据忽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报告里 中国青少年总体禁止率高达53.6% 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与肥胖率达到11.1%和7.9% 那么这些数据 儿科专家王小川教授解读的 中国宝宝抵抗力现状报告里 他就说到 连中国儿童的免疫力也是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的 所以我就在想啊 到底什么能力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我自己对孩子的期待啊 首先是成人再成才 这个人啊 既包括了道德层面 最主要的是得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 因为我们无法预判未来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残酷 竞争压力有多么严峻 是不是会有更多像新冠这种人类来不及认识 就横扫一大片的病毒啊 隔三差五的出现 那那个时候呢 孩子能扛得住吗 是不是 所以啊 养一个身体心理都扛造的孩子 比学习啊 兴趣啊 才艺也重要太多了 这个扛造其实就是免疫力嘛 有了免疫力 有了健康 这个一才会有后面无数个零 那可能有的家长就不服气了 我怎么就不关心孩子身体了呢 每天都是灵魂三问 早餐吃什么 午餐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只要孩子愿意吃 变着法都得给安排上 没错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啊 能吃是福 但是很少有家长会想到 怎么吃能帮助孩子的免疫力 是不是 这也让我想到去年疫情期间 早餐不要吃粥的热搜 其实啊 张文宏医生啊 是在提醒大家 孩子需要全面的营养 那么粥的营养构成呢 非常的单一 维生素C A和矿物质等其他营养成分的含量都非常的低 尤其是蛋白质 这个打造免疫力最重要的基础营养素 约等于没有 那么在这里啊 我也借用专家的观点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那孩子吃饭不是吃饱就好 关键是还要注意提高营养密度 那么孩子免疫力正在生长 你给他一点阳光 他就会灿烂 是不是 尤其是在零到七岁的时候 既是免疫力的不全期 也是免疫力构成的黄金期 那么从免疫力的角度而言呢 现在的孩子最容易缺的都是哪些营养素呢 首先呀 是各路专家都在呼吁的早餐营养确实的问题 咱们国家呀 居然有80%的孩子 早餐营养是不达标的 有2.7亿的在校生 蛋白质摄入量仅为标准的65% 这就难怪张文宏医生这么激情的啊 呼唤孩子们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入了 那么关于蛋白质 大家也看到了 一场疫情就把这个营养素给带火了 它可是免疫力系统中抗体的原材料 那蛋白质充足了 那么身体里才有抗体 有针对性的打败病毒和细菌 还有一个我国小孩比较容易缺的维生素 那就是维生素A 我最近看到一个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提到 我国三至十二岁 儿童维生素A缺乏的人居然占到了45.1% 而维生素A这个营养素 对于免疫力来说 可是一等一重要的啊 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守护的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也就是黏膜 那么这里没有守护好 呼吸系统就要遭殃了啊 所以说呀 一到冬天 儿科门诊那儿就扎堆的看上呼吸道疾病的孩子 我可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专家都说了 维生素A的缺乏呀 与我国儿童呼吸道感染高发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的孩子还有一种容易缺的营养素 那就是微量元素 我在一份2017年中国居民食品营养健康关注度大数据调查报告中看到 我国的孩子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 哎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微量元素 比如铁 心锡 那可都是免疫力营养素团队中的重要担当 那么关于提升免疫力的营养素 咱们还会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来分享 各位关心孩子免疫力的家长们 到时候可别错过啊 那在这里就重点和大家分享 许多营养师都会给到的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的孩子挑食不爱吃水果蔬菜 早餐又吃都不达标 一天的营养密度不够 可以先从调整饮食习惯开始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选择适合儿童食用的含有维生素ABCD 铁心锡的复合补充剂 作为孩子日常饮食的一个补充 对于想要给孩子提升免疫力的家长 还有一个目前来说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 也可以提前抓起来 那就是孩子的肠道问题 我知道腹泻或者便秘 也是孩子群体里的高发症状 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消化 或者营养吸收方面的问题 可是却忽略了肠道啊 其实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想要免疫力好 那么肠道一定要好 就这个问题 我听广东省中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郭丽娜曾经分享过他自己的经验 他一直用益生菌来给孩子调节 听郭主任说呀 他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后就没有生过病 这是不是很多家长的愿望呢 可是有的宝爸宝妈就说了 你说到的这些我注意到了 那可是我家的孩子还是会感冒 其实啊 每次孩子感冒发烧的时候 都是在锻炼自己的免疫系统 继而增强免疫力 孩子的免疫力是一个努力变强的过程 你得给他锻炼和成长的空间嘛 那不过你可能又会问了 那什么情况才是孩子免疫力有问题了呢 那么如果说有下面的几个情况就要注意了 宝宝生病很频繁 生长发育明显低于童年级的孩子 宝宝生病后自行好转 想都别想 吃药都不能解决问题 每次都得靠输液或者住院治疗 宝宝每次生病啊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变成肺炎 这种严重性感染的疾病 细菌感染之后 不用抗生素就别想痊愈 那么如果说排除了上述几种 其余的时候就别过于焦虑 要知道毕竟孩子的免疫系统真正有问题的是少数 娃娃们的免疫力也和他在一起成长 免疫力也在很努力的变强 在一次次和细菌病菌发生接触的时候 不断和病毒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的 这就要说到现在带娃的一个共同的软肋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的不够 而是做的过度了 比如说一旦降温就把孩子裹得跟个粽子似的 没有户外活动的机会 或者是过度注意干净 那么这些行为就把孩子与冷空气 与细菌病毒相遇 对抗塑造免疫力的过程都不夺走了 那么长此以往 免疫力得不到锻炼也就慢慢的下降了 娃娃的一生都要靠免疫力来扛事 家长们可别错过了他的最佳成长期和锻炼期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对家长们有一点点小帮助 爱健康爱你们 再见 再见